我是A組的委員長 KLASS 導致的領域 時間和足以允許是KLASS 貢獻 Mii 要這樣 我的行動也有我的夢 大家好我是家阿布林 其要介紹的是那個非常有精神有活力 認真正值遵守紀律的半天伴長 他留著一頭中規終局的聖嵐短髮 但是白框眼鏡 總是一臉嚴肅的表情 這在我們現實當中大概就是蘇呆哲的形象了 但他身上所展現出來的優等生氣質 是因為他來自於代代相承的英雄史家 而他的哥哥正是渦輪英雄英格林 所以范田中小就很崇拜自己的哥哥 為了成為那樣的存在 他也不停的努力著 這也是范田這麼認真的願意 但這樣的態度一開始就嚇到了綠谷 給綠谷留下了可辦的領印象 看到別人吊了鑽噹的也會忍不住去管 但也就是因為有良好的態度 只要自己犯錯就會立刻意識到並且改正 注意到別人的優點也不會吝嗇自己的稱讚 也會把別人的優點吸取並耐用 是不是跟你差很多啊 在這次開始介紹前拜託你們訂閱一下啦 范田的個性是引擎 有著極快的機動力 然後他的原動力燃料為100%的流程汁 喝碳酸飲料就會熄火 個性引擎有1、2、3檔應變各種狀況 但50公尺就能進入3檔 就跟車子一樣跑一下才能換檔 那你說能不能超過3檔 欸 有 就是他的必殺技 活塞引擎爆裂衝刺 能夠迫使馬力和轉速產生爆炸般的衝力 在短時間內速度會爆炸 但副作用就是會導致引擎暫時熄火 招式是很厲害啦 他名稱真的是太屁了 害我差點念不出來 范田在雄衣入學考試的時候就特別搶眼 穿著西裝打領帶 提問的同時還嘴了剛剛在講話的綠谷 入學考試的內容無疑就是 打倒機器人累積擊倒分數以及救援分數 則超大機器人沒有分數應該盡量避開 當考試開始後他們理所當然的遇到了超大機器人 當時一大堆人逃跑包括范田 雖然綠谷也想跟著逃 但卻發現了被困住的日日 他沒有猶豫半刻 直接衝往機器人使出100%的1-4-0 機器人也隨之被擊飛 當受人讚歎綠谷的力量時 范田卻注意到綠谷作為英雄的潛質 自身安全、通過考試 就算捨棄這些也必須拯救他人 而自己卻無法做到 范田愧疚地說 如果不是考試我當然也會那麼做 但其實他已經注意到了 他把自身利益擺在了前頭 所以他特別欣賞綠谷 雖然范田後來也有想 是不是綠谷發現了機島超大機器人 其實也有其他額外分數 但其實沒有 綠谷只是單純救人 從此范田就對綠谷另言相看 是自己之前小看的綠谷 之後他們的感情也越來越好 范田也在綠谷之中學習到一步少 在班級選班長時 即使他自己很想當班長 他還是把自己的那票投給了綠谷 他對於綠谷的肯定勝過了自己 認為綠谷在關鍵時刻的判斷與膽視都是過人的 是絕對有資格引領眾人的 也明白想當於適合是兩麻事 在他們討論的同時警報響了 導致學生們慌張的擠在一起 因為雄音的警報代表著有人入侵 後來范田確認只是媒體時 他第一時間想到的 話就是綠谷會怎麼做 哥哥又會怎麼做 那時候他已經把綠谷作為同為哥哥一樣的榜樣 拉回來 他想到的是透過立日的無中立 以及自己的引擎 飛到顯眼的地方告知大家 但這起飛的方式真的有夠顯眼 飛到了牆壁後還呈現了緊急出口的人形標誌 整個就很喜感 但卻很有效力的讓眾人安心 最後綠谷感受到了范田的領導能力 認為班長的職務確實應該由范田擔任 其他人也在慌亂之中認可了范田 而他也沒有辜負大家對他的期望 其中最讓我欣賞的無意就是在徵兆考試中 范田在A班被打散時 他積極地跑越整個戰場 目的就是率領這個班級 面對想放棄的金山他仍然不理武器 最後金山被他的一句話所感動 促使他利用雷射吸引敵人 同時意外的讓A班匯集了起來擊敗了其他學校 而那細話就是我的心動降助救我夢想的基石 我一直都覺得英雄學院所帶來的哲學價值值得大家去探討 也是我喜歡英雄學院的原因之一 范田在A班被打散的情況下 他沒有自己一個人通過考試 事實上他也不需要找到其他人才能通過 而他放棄了能夠確保順利通過的可能 一個人冒著危險找尋通販 只為了帶領眾人 是不是很像一開始的綠谷就一直一樣呢? 而我的心動降助救我夢想的基石這句話 所蘊含的不僅僅只是他想成為英雄這麼簡單 而是他想要成為能夠真正保護他人 甚至是英雄的領導者 我不是為了成為英雄才來雄英 我是為了帶領英雄們才來的 雖然范田沒有說過這句話 但我覺得很適合他 要了解范田真正的實力還是要把運動會拿出來講 在障礙賽跑中 綠谷的第一名讓范田非常吃驚 原來我們的差距如此之大 他決定不再依賴綠谷 在起碼戰中他拒絕了綠谷的組隊邀請 選擇了砲另一條大腿 是選擇了屬於自己的英雄道路 但還是大腿啊 他怎麼沒有想過跟楓田組隊 儘管轟組出來的隊伍是很完美的組合 有轟的冷凍牽制 上面的帶點防禦 還有800萬的萬用工具 但對上綠谷的智商壓制根本欠缺靈門一腳 而那一腳就來自於范田的隱情 在兩隊僵持的情況 范田一次都不能再保留實力了 他靜靜只是說著抓緊了要強到分數喔 最近他展現了無能匹敵的超高速 他的必殺技活塞已經保留衝刺 一瞬間就將戰局逆轉了開來 所有人包括職業英雄都驚嘆不已 以這個驚嘆程度大概是還未經過這麼快的衝刺 如果不是范田私家捲體都隱藏這個能力 那就代表姓范田的沒有一個人比天災更具有天賦 後面的個人淘汰賽就不用說了 一場是鬧劇一場則是結束得太快 在這結束的另一邊 范田的哥哥英格尼姆的英雄生涯也結束了 他招得了英雄殺手斯坦英的襲擊 得知消息的范田點上充滿了殺氣 他怕是要親手幹掉斯坦英 之後他分析了過去斯坦英的襲擊手法 判斷了斯坦英高機率還留在保虛時 所以在選擇英雄實際時刻意選擇了附近的英雄事務所 並在這當中每天尋視各處的暗像 終於他找到了 並在斯坦英準備殺掉另一名英雄時出手制止了他 當范田表明自己來復仇時 斯坦英絲毫沒有對小孩客氣 並說道 為了讓世間知消我 我才留他一命的 說完 范田已經被搬倒在地被插上一島 你跟你哥都很弱 因為你們是假貨 斯坦英了解這個人已經被仇恨蒙蔽的雙人 即使有人面臨被殺的危機 他依然把自己的利益作為優先 斯坦英很聰明 對手的一個行動一個意念 他就能看出這個人的價值 而范田對他來說一文不值 其實我覺得范田很笨 明知道斯坦英是擊殺各個精英的英雄殺手 戰鬥力經驗都在上層 即使這樣他也要報仇 但在他的回憶中 他的哥哥拯救了無數個人民 在年輕時救了自己的失誤所 並帶領著眾多的夥伴 在范田小時候 哥哥就是家裡的驕傲 也是范田的榜樣 是范田的英雄 更是把英雄夢想帶給范田的人 如今 這道耀眼的光芒卻被一個外人踐踏 下半身毫無直覺斷送了英雄生涯 而他的哥哥帶給他的話 是一句道歉 和 你能代替我基層英格尼姆這個名字嗎 也許是暈落的託福 也許只是單純想復仇 但這也都能理解了 關於戰鬥的過程 可以點擊右上方的資訊卡 握作斯坦英詳細的介紹 最後在綠谷和轟的搭救下 擊敗了斯坦英 范田也在他們付諸生命拯救自己的同時 意識到了自己的愚蠢 因為仇恨 差點把同班的性命都打傷了 因為仇恨 變得什麼都看不見 他流下的淚水 也許是剛報完錯的釋懷 但我更相信是他的成長 是他價值的開始 真正的英雄 是能不斷跨越人生不幸的強者 他是繼承英格尼姆的飯田天宅 本集的介紹就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訂閱按讚分享 可以的話希望我在介紹別部動漫 你們也可以耐心的看完 下一期我也會介紹英雄學院少了 就不好笑的紅田石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